财联社报导 深圳一楼盘送60万首富住建局 咬乱市场查处相当于私自下调备案家 深圳龙岗区信城进月花园 三层首富只需30万 开发商送60万不用还的消息 在深圳中月的朋友圈所刷屏 第一首富是明令禁止的 送两成首富相当于私自下调备案家 17号信城进月花园开始宣传购房优惠 18号我们就查处了 今日记者以购房者身份采访了 深圳市龙岗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 其对记者表示 该项目因为咬乱市场 一目前已经被相关部门查处 真是雷厉风行啊 干得快啊 评论看看评论啊 评论真是很热闹啊 以前骂开发商骂错 我就是卖房子的 开发商 卖之前都要去住建局备案 低于备价案不予办理房产证 有合同结额比实际高的就是为了过备案价格 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此地 都在说33两白银 33两白银是出自清朝 当时清朝普通老百姓 每年收入约33两白银 而各项开销达36两 就必须为了省下三两银子 更加努力的工作 而且不敢轻易的不干 懂了 课代表 33两白银 可得了 哎呀 敌人一直是自己人 四季豆昨天去买10块钱一斤 你告诉我不买房买啥 体积小 价值高 流动性好 容易保存就两样 金条合聚的火 如果你有大仓库的话 囤些粮食 压缩饼干 汽油也是可以的 带壳的古物能放十年 这个东西可以救命 以前买过12是什么的 万达地下车库四小时免费 被处罚了 现在30分钟开始计费 我说嘛 之前停车都没有收过费 最近年前开始收费了 原来是这回事 前两年我们 我们万达差不多一年没收费 后面30开始计费 我一直以为是市营业 我一直以为是市营业 所以刚开始一年免费 没想到以前是一直免费 医院也是开始收费了 以前免费 不收钱是不行的 原来 原来掐住我们的脖子的不是开发商 你为啥觉得是开发商掐了你的脖子 这不是骗子吧 能有这么好的事 他这里还还还以为这个开发商是骗子了 是吧 结果开发商已经受处罚了 如果他是个骗子就不会受缩